9月1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出席了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办的 庆祝第36个教师节大会。 他在台上分享了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喜悦之情, 也分享了自己的教书育人心得。 从1960年担任原北京医学院放射医学教研组助教以来, 钟南山就一直坚持传道授业,培育新人。 在他的推动下,广州医科大学创立了南山班南山学院。 钟南山工作繁忙,也坚持亲自为南山班授课。 他也当选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在台上,钟南山表示,同时作为医生和老师, 就是肩负两个工程师的使命。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想,医务人员,不是单纯医生的, 医务人员是人类健康的工程师。 两个工程师。 作为一个搞医务人员,又是在附属医院, 特别是教学医院, 一个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科组医股员, 应该是两个工程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人类健康的工程师。 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谭吉在2020年的高考中,不少学生报考医学类专业, 有不少医学类高校报考分数增长。 钟南山表示,这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此次疫情, 医护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表率, 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大家对医疗卫生的看法有比较大的转变。 同时,他也对报考医学专业的学生, 未来这项事业的从业者提出了期望。 这条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并不是它是什么热门, 什么什么热门呢,就是能赚钱的热门, 或者这个热门。 学生想考这个,他并不想着说, 我医生收入可以很高,没有啊。 这个就是什么,他觉得医生这个, 这个任务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任务, 是给大家生命健康的, 这么一个甚至抢救生命的任务, 所以他很愿意做这个工作, 这是我们教育的结果, 这个我觉得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教育, 以及媒体这样的宣传, 那是很了不起的。 要学会了这个医术, 也要学会了做人, 做人是做什么人呢, 就是如何的, 更好的对待病人, 如何的给病人同情和勇气, 这一条可能比有的学科更重要。